女孩的一句话让变脸王不知该如何回答 然而变脸的绝活传男不传女 这是祖上就传下来的规矩 即使狗娃不属男孩 但也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 因此每次变脸王准备道具时 都是被我狗娃 往往越是被禁止 就越容易勾起来的好奇心 这天狗娃趁变脸王不在 扶祖打开脸谱段下 竟不小心被蜡烛点燃 慌乱中的他将脸谱丢到了甘草上 不一会儿小船就燃起熊熊大火 狗娃无助的喊着老板 最后只能亲命救出变脸王的脸谱和猴子 当变脸王回来时 船上已被烧虫一片狼藉 知道自己闯了大火 狗娃躲在树后不敢上前 不敢面对变脸王的他 开始了沿街乞讨的生活 这天饿极了的他在街上偷红薯吃 恰好被卖他的人贩子撞见 结果又被抓了回去 人贩子让他给看管一个被偷来的 一直哭闹不止的男孩 几天没吃饭的狗娃 看着男孩跟前的省饭 直接拿起狼婆虎咽的吃了起来 男孩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竟不哭了 还将自己手里的鸡蛋给他 狗娃稍加犹豫后便接过来 或许是饿了太久的缘故 第一口就被咽住了 男孩还不太记事 只知道自己名叫天赐 狗娃知道他们若待在这里 迟早会再被卖掉 于是在深夜趁人贩子喝醉 他带着狗娃从阁楼顶逃了出去 无家可归的两人躲在一个破庙里 狗娃宛如一个亲姐姐般 哄着天赐睡觉 狗娃想要报答爷爷的恩情 于是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而另一边的变脸王 没有了狗娃的陪伴 独自喝着闷酒 或许只有这样想 变脸王的心里才能好受一些 随后他拿出梁老板给赵的 自己和狗娃的合影 端详片刻后 尝他一声将其撕毁 第二天变脸王来到庙里欺负 希望佛祖能保佑他 不要断了香火 结果住持告诉他 郭子依 郭子依 儿孙满堂 窦燕山 五桂莲坊 杨家将 八河上阵 施主你 一支底香 神啊 获熙福所义 你命中注定 会有个孙子 孙子 结果当他回到岸边 果真看到船上坐着一个小男孩 他急忙扫钱查看 爷爷 谁是你爷爷 变脸王 你是 你叫什么 我叫天色 天色 我 你想查婚子侧 你 你真是个天字 店脸王激动不已 没想到住持的话 这么快就理念了 当他从南海口中得知 是一个姐姐叫他送来的时 店脸王知道 这个姐姐一定就是狗娃 于是他的岸上呼喊狗娃的名字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狗娃约以为自己是帮爷爷圆的最大的梦 结果却是给爷爷招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天色 是当地一个大附身的独孙 警察正张贴告示 全程搜捕 导致变脸王被当成了人贩子 抓了起来 恰好在地里拔罗不吃的狗娃 看到了被警察绑起来的爷爷 后面还跟着将军 狗娃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好心之举竟然害了爷爷 他慌忙跑回船上 找到爷爷的脸谱 然后来到警局门口打听情况 恰好是经常看到他们变脸的警察在值班 因此就告诉了他实情 没有由于近期 频繁发生儿童被拐事件 但警局又一直破不了案 于是就将所有罪名 扣在了变脸王的头上 不仅你变脸王用了酷刑 还将他判了死罪 警察也为变脸王可惜 于是将狗娃带到楼房门口 让他们爷孙见一面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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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想跟你送个孙子 没想到把你害了 害成这样 老板 你冤枉 你太冤枉了 黄妮和果果当 不是死也是死 说不清楚 老板 你打我吧 你打我吧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脱 狗娃 都怪你 都怪我命苦啊 我问你 事到如今 变脸王并没有责怪狗娃 或许这就是他的命数 但他遗憾自己的绝活 没法传下去了 狗娃竟从怀中 将他的脸谱拿了出来 看着自己耍了一辈子的玩意 变脸王终于忍不住了 说着竟将自己心爱的宝贝撕碎 然后扭头对狗娃说 狗娃 你别想 我钱生了 欠你半头鲜了 我今世 还你钱一战 咱们 也算是 有缘分 你把姜绘 夜里头啊 跟你作伴 卖衣 给你帮手 三月清明 七月半 你给我烧几张纸钱 就算你 没得起老板了 老板 狗娃撕心裂肺地哭着 一方警察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个老东西 孙女来给你送行 你连个笑脸都不给人留下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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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闯江湖这么多年 文有志相处了一段时间的狗娃 把自己当亲人 风景局出来的狗娃不知该怎么办 念去酒馆找酒馆的老板 对方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让他去惹活文艺梁老板 或许还有希望 可是为名人的梁老板 走到哪里都被人围得水邪不通 于是狗娃就在梁老板的住处 跪了整整一夜 直到第二天一走 梁老板起床练功时才发现他 我是变脸王的孙子 我爷爷让警察抓住 救救他们 只有你能救他 来 快起来 起来 给他揉揉 得知情况的梁老板不由地感慨道 监牢大门 风都能把人吹进去 牛都把人拉不出来呀 他要是给这场冤枉官司拖死 那首变脸的绝技就太可惜了 观音菩萨 救救我老板吧 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看着眼前懂事的狗娃 梁老板不免很是心疼 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他还是愿意动用关系去试一试 梁老板去找部队的师长求情 希望能重新调查这件案子 但对方却以地方的事不便插手为由拒绝了 得知结果的狗娃戏不成声 我和你一日一样 都是一日的 戏子 在人家眼里 算我的事 距离变脸王被枪毙还是无天的事件 恰好这天师长六十大寿 梁老板应邀来给师长唱喜诸首 狗娃也悄悄跟得去 他偷偷爬上屋顶 将自己的脚和房梁绑在一起 他要学观音舅父一样救自己的爷爷 等表演结束 师长刚走到门外 狗娃突然从心而叫 掉在戏院的房梁上喊冤 变脸王约我 狗娃 这是唱的哪出戏 师长 这不是唱戏 是喊冤的 狗娃 你不要命了 师长 变脸王 没有拐骗人家小孩 那小孩是我救出来 送给老板的 他在说什么呀 这件事 前几天我向师长求过情 请师长明察求好 我不是说过了吗 地方的官司军队不管吗 这 师长不管 我就割断绳子 摔死 狗娃 你不要胡闹 小孩子吓唬起大人 我不信他不要命 让他摔吧 好 咱们喝酒去 狗娃见师长不为所动 竟真的割断了绳子 一旁的梁老板见着 一个飞身 叫狗娃接住 两人一起从台阶上滚落 他抱起昏迷的狗娃 来到师长跟前 师长 你眼睁睁 看着这 拼死喊冤的小女孩 无动于衷吗 你还能袖手旁观吗 你是铁石心肠吗 终于师长也被狗娃和梁老板 舍身忘死的精神打动 梁老板 你真是活菩萨啊 你一个唱戏的 你这样的血性 我这个带兵的 也不是刀种 这个案件 我管了 在师长的帮布下 电脸王的案件 很快真相大白 梁老板用轿子 将他接到自己的住处 得知是梁老板救了自己 电脸王深感谢意的同时 决定将自己的 变脸绝技 倾囊相受 打破着传里不传外的规矩 老师傅误会了 若趁老师傅危难之时 夺人之美 我就网坐江湖中人了 虽事态炎凉 可人间还有真情在呀 要不然我们活着 还有什么滋味呢 梁老板的一席话 让别人脸王敬佩不已 他连忙磕头再次道谢 不敢担待 不敢担待 老师傅请起 请起 请起 其实 老师傅不必谢我 真正该谢的是狗娃 你的狗娃 他才是老师傅的救命恩命 得知真相的变脸王 急忙告别梁老板跑回小船 狗娃正双膝跪地 替他擦洗着小船 他急忙跑上前 狗娃 狗娃 老板 叫爷爷 叫爷爷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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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狗娃一声声的爷爷中 两人紧紧相拥 自此也终于应用了 住持的预言 北方 人鬼属 这船里不船外 船男不船女的理法规矩 也从此被打破 电影王将自己的绝活 全部传授给的狗娃 影片至此结束 在那个新旧交接的年代 传统的观念和思想 束缚着老一辈 电脸的绝活 只船男不船女 只船里不船外 最终在与狗娃经历 多次变故后被打破 影片中 朱旭饰演的老艺人固执 却又充满慈爱 他对电脸艺术的执着 展现出老一位艺术家 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传承 而梁老板善良且正义 虽唱的是女儿生 但行的却是男儿士 被变卖七回的狗娃 虽然命运坎坷悲惨 但始终心怀善良 懂得感恩 正如影片中所说 虽然事态炎良 可人间还有真情在 要不然 我们活着 还有什么滋味呢